而未來川普上任 勢必要面臨烏二戰爭的難題 七號他已經跟俄羅斯總統 普廷通話 建議不要升級戰爭 不過近日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 仍舊發動無人機相互護攻擊 俄羅斯九號總共是發射了 一百四十五架無人機 這是戰爭當中 單次夜間襲擊的最高紀錄 同一時間 烏克蘭也對莫斯科等六個地區 發動無人機攻擊 被無人機攻擊過後 民宅被炸毀 居民回來找尋遺落的物品 俄羅斯九號對烏克蘭 發動無人機攻擊 一共發射一百四十五架 創下戰爭中 單次夜間攻擊的最高紀錄 烏克蘭南部港市奧德薩 許多建築物受損 還有兩人受傷 烏克蘭空軍表示已擊落六十二架無人機 烏克蘭隨後也對莫斯科等六個地區發動無人機攻擊 俄羅斯國防部宣稱攔截八十四架 不過因為其中一些無人機靠近導致兩個主要機場戰時關閉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指出 俄羅斯上週使用八百多枚導引炸彈 約六百架無人機 以及近二十枚各型飛彈攻擊 再次呼籲盟國提供防空系統 另一方面 華盛頓郵報引述知情人士說法 川普七號已經跟俄羅斯總統普廷通話 討論俄烏戰爭 川普建議普廷不要升級戰爭 並提醒他 美國在歐洲擁有大量軍事部署 同時也提及烏克蘭的領土問題 川普向普廷表示有意進行進一步對話 盡早針對俄烏戰爭的解決方案進行討論 川普曾在選戰期間表示 會在一天之內結束俄烏戰爭 但並未提出具體做法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